因為在這個事件發生後的隔天 那攤商就有跟我反映說 受到了許巧新們 或許是他的辦公室也或許是他的支持者 去到攤商這邊來做騷擾 那也有接到國稅局這邊的檢舉 然後通知他們說要去做這個繳稅相關的這些說明 所以這個會讓我們認為 許巧新委員應該要去告訴他們的支持者 不要這樣子去欺負誠實善良 然後每天認真做生意這些攤商 我覺得這個對他們非常不公平 而且你為什麼要來欺負我們北投人 難道你樂見你自己選區的攤商 這樣子被人家欺負跟嗆聲嗎 所以我覺得許巧新你應該要出來講清楚才對 這個人你做得很高興 不好啊 怎麼會覺得不好這樣就好了 他們做一個生意人 做生意怎麼可以這樣 炸雞無罪 果汁無罪 商家何菇 那我希望國民黨的支持者 不要再去騷擾為難店家 不管這是不是許巧新派去的人 似乎就是藍營的政治工作者 去向國稅局施加了部分的壓力 所以國稅局不得已必須來進行這些程序上的作為 藍營的工作者 政治工作者 切莫不要這樣把政治的黑手 伸向誠誠實實善良做生意的小商家 因為在這個事件發生後的隔天 那攤商就有跟我反映說 受到了許巧新們 或許是他的辦公室也或許是他的支持者 去到攤商這邊來做騷擾 那也有接到國稅局這邊的檢舉 然後通知他們說要去做這個繳稅相關的這些說明 那對攤商來說這個非常的困擾 因為他們會覺得誠實的在做生意 那為什麼會遭受這樣子無情的來做檢舉跟攻擊 好像變成是許巧新的政治鬥爭的手段 所以這個會讓我們認為 許巧新委員應該要去告訴他們的支持者 不要這樣子去欺負誠實善良 然後每天認真做生意這些攤商 我覺得這個對他們非常不公平 而且你為什麼要來欺負我們北投人 難道你樂見你自己選區的攤商 這樣子被人家欺負跟嗆瞎嗎 所以我覺得許巧新 你應該要出來講清楚才對 想問一下說這個攤商是不是很委屈 一邊在處理他的餐點 然後一邊還掉了眼淚 沒錯 攤商他們在跟我反映這件事情的時候 身淚俱下他非常的難過 然後也掉下了他的眼淚 他覺得自己非常的委屈 那平白無故的遭受到這樣的政治攻擊 這個不是他們一般小老百姓所能夠承受的 所以我們呼籲許巧新 真的不要藉由你有權有勢 然後對這些平民小老百姓來做開刀 我覺得這樣真的會讓人很受傷 是不只一家攤商嗎 目前我接到的確實就是有攤商 那其實目前這個商圈的攤商 大家也是人人自為 就是不知道說到底還會遭受到什麼樣子的攻擊 那會不會國稅局的這個約談 從一家然後擴大成好幾家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整個商圈的發展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威脅 上次有一個人也是來的 他說會什麼立委要請客 我是聽過 有聽過他是來這裡攝影 我有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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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這個事情我就不知道 他說什麼來買飲料送一杯 我就真的聽聽 晚上我們都沒有出來 這個人你做得很高興 很高興 很高興 聽說他回去收到那裡有百人的檢舉 國稅局 老百姓感覺很委屈 對啊 做生意做得很好 對對對 他們爸爸沒到現在 現在換他們兒子和媳婦 他們兒子和媳婦 現在換他做 換他做 換他做 對 他故意 我們這裡都很熟了 他是在 他在那邊賣 他生意平 他很故意 他們都很老實 知道 聽到這個給人 惡意解 對對對 這樣會很不敢 對啦 不好啊 怎麼會覺得不好 這樣就好啊 做一個生意人 做生意 怎麼會這樣 這樣 那是說會不會覺得說 別人是惡意的 就是不同陣營的人 要來給他挑戰 對啦 可能有 我也不知道 我一陣來 你說這樣 我想說 上次回來 他就拍了 怎麼會這樣 又拍一下 這我就不知道 晚上 不會啦 他很少 他做晚上的 十二點多 他睡覺 他睡 不是 他早上的 想問一下說 就是 後上有報告 許小欣 會去的那個 還是是不是 懷疑的支持者 去為難一些店家 我覺得非常遺憾 炸雞無罪 果汁無罪 商家何孤 那我希望 國民黨的支持者 不要再去騷擾 為難店家 不管這是不是 許小欣派去的人 因為昨天 我們看到 有我們在地的議員 林嚴峰 那他也踢爆了 我們的果汁店老闆娘 那也有跟他 來表達 他現在承受的壓力 居然有藍營的支持者 那不斷的去姿勢 不斷的去給他壓力 然後說要索取果汁 然後有做出很多為難 跟不禮貌的動作 甚至他有接到國稅局 來要求要查他的稅 而且國稅局 似乎就是藍營的政治工作者 去向國稅局施加了部分的壓力 所以國稅局不得已 必須來進行這些程序上的作為 所以我們要奉勸 藍營的工作者 政治工作者 切莫不要這樣把政治的黑手 伸向成誠實實 善良做生意的小商家 那當然我們這幾天 同時看到台灣社會的溫暖 非常多的朋友們 爭相的前進石牌 去用具體的行動 消費支持小商家 不管是我們的成績炸雞 小李現打果汁阿財鍋貼 或是我們的水龜博 都受到大家具體的消費支持 我想這才是台灣社會的正能量 如果是要對小商家開刀 去為難 真的不要對誠實做生意的店家們 貼上了是藍是綠 支持誰不支持誰 這樣子不必要的標籤 真的不要再為難 我們辛苦的老闆老闆娘 憲法法庭的指派人員 今天稍後的朝野協商 會針對立法院的作為 立法院的安排 我們會先做一番討論 那因為民進黨是 事件案的申請人 那我們當然會派出代表 也是一程序被要求要指派代表的一方 那目前的人數 目前知道的名額應當是四位 所以要尊重憲法法庭 給予我們的名額以及建議的方式 極有可能是一加三 也就是一位黨團的立委代表 另外三位是訴訟代理人 也就是律師的代表 那目前研判可能是一加三的刑事 但是這些作業跟推舉名額 都會進一步跟憲法法庭來做商議 我們一切來尊重憲法法庭的要求 民進黨團絕對全力來配合 田洪 田洪 傑 당 有 沒錯 diret